今天的星期二的时间 我们把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国际新闻 现在在我们的现场的 长时间我也非得早餐来听众朋友们服务的 提供国际新闻的台大政策系的教授 也是我的学弟 杨文明欢迎 学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观众 因为我们的国际新闻 尤其在网路平台上面来讲 我发现的不只是台湾 很多的在海外的华人观众 其实他们非常依赖台湾的提供的 够水准的国际新闻 非得早餐的这段的节目 现在当有了这样一个网路平台之后 我觉得非常符合 就是说全球的在华人观众的胃口 毕竟台湾在谈国际新闻的时候 比较没有包袱 也比较能够完整的去反映了 一些国际新闻的样貌 但重点是台湾的 没有那种的国际新闻的土壤 过去台湾本身呢 其实对国际新闻的非常的冷冷淡 大部分人视野呢 都是用内视镜呢 往里头看的 所以呢 看不到外头的情况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从 从 我看到有些的 有些的观众朋友们在点菜啊 点菜说 哎 怎么都没有谈 谈日韩的贸易战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花点时间来 好好的谈一下日韩的贸易战 不过在日韩的贸易战 因为日韩的贸易战跟现在的刚结束的日本的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有关的 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了之后 安倍呢 现在呢 仍然是 仍然是呢 在 在参议院的掌控多 多数的 对啊 继续呢 就是说多数执政 对 但是没有达到修建的门槛 没有 好 那这个 其实他本来有 但这一次参议选举之后 这个席位稍微下降 所以就没有到三分之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参议院选举 这次参议院选举来讲 对日本的政局有什么影响 呃 第一个当然 就是说 他的整个加起来没有到三分之二 加起来是 什么加起来呢 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 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从1955年执政到现在 大概下台了两次 分别应该在 90年代初跟2000年初的时候 很短的时间 那所以 以前我们在 美国念书的时候 90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在质疑 日本是民主国家吗 因为从1955年 到应该是1993 才开始 9394才碰到这个 政党 这个轮替 那在这个之前 大家都质疑说 日本从来都没有政党轮替过 算是民主国家吗 那答案当然都是肯定的 因为从很多的这个 就是角度去检视 不过 自由民主党的的确确 呃 事实上在日本是最 这个 强势的 一个政党 跟他能够去 这个挑战的 冷战时期的社会党 那冷战之后的 民主党 后来叫民进党 现在又消失了 现在就立宪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执政联盟呢 自由民主党 公民党 公民党 那个民 是明天的民 公家的公 公民党 是 其实跟这个佛教团体 创家协会 都有一点关系 对啊 其实 日本的佛教团体 但是他们 当然他们其实是否认 那我见过一些 这个公民党的议员 他们过去对台湾 是很有战的 这些议员真的是 这个非常nice 不太像政治人物 对非常有 那还有一个叫 这个大阪 在大阪的日本维新会 也算是执政 偏向执政联盟 但他没有参与到 这个说内阁里面 这三个党加起来 这一次呢 只有157席 那你要过三分之二呢 是164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他的参议院选举 就没有到三分之二 没有到三分之一 意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修宪 就有挑战了 如果你要修宪的话 日本的这个修宪 其实主要就针对 这个第九条 那第九条 其实就是放弃战争 然后呢 这个不用 这个就是 武力行使 来处理这个国际关系 这跟联合国宪章 第二条第四项 其实是一致的 但是呢 这个宪法里面 就等于 因为有这个第九条 放弃战争 所以呢 就被视为 叫和平宪法 不过当然 他是当初 这个麦克拉社 占领日本的时候 是的 这个麦克拉社的这些幕僚们 学者们 所写的一本 日本的宪法 可是是日本国会 是通过的 所以也现在 当然你是日本的宪法 可是修改宪法 有非常大的困难度 必须要众议院参议院三分之二 过 然后呢 这个就是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 只要这个过半数 就可以 那基本上在以前 大家认为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 那因为第一个 你第一关三分之二 就不太容易 在日本这个政治里面 日本是 这个内阁制 所以呢 其实就算是 这个自民党长期掌控 但他都没有 过三分之二 单独过三分之二 这更不可能 他加上是国民党 也只不过是这一次 上一次 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们回过来看 他真的修宪吗 嗯 他想要修 修宪这个第九条 修成什么东西 呃 从此可以用战争 不是不是 嗯 他其实只是要把 自卫队 嗯 要给他一个合法 地位 嗯 那因为以前在冷战时期 因为有这个第九条 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的反对党 社会党 社会党现在几乎是消失 社会党一度还执政 纯三复四 在1993年的时候 所以 认为说 自卫队的法律地位 在宪法是这个违宪的 是的 那这个当然一直就争了很久了 那绝大部分国家 现在大概除了Costa Rica之外 呃 大概都有军队 那军队当然都是为这个国防 这个自我防卫而用 嗯 那所以呢 他们这个就一直在争 到底这个第九条 要怎么改 那现在很清楚 他们其实开了 呃 很少次会 嗯 大概就是几个小时 然后呢 就是说修改这个宪法 要把给这个宪 自卫队合法的地位 可是 在这个选举之前呢 没开过几次会 所以我是觉得 不是说这个修改的内容 只是把自卫队合法化 嗯 而已 这个也许看起来没什么 而是修改宪法本身 嗯 这个在日本国内 在区域 在国际上 嗯 就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蛮 象征性 而且事实上是蛮危险 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 嗯 那你会不会有第二次 嗯 或者是你真的修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的修 嗯 以及日本民众 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就会引起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这个争议 嗯 那如果他真的要修 那今年下半年 就可能提出来 嗯 然后呢 到明年 就要去这个公投 明年不是哦 东京奥林匹克吗 是啊 你要让整个国内 的问题 因为这个 第九条 只是给 这个自卫队的合法性地位 嗯 那世上自卫队的合法性地位 嗯 老早经过内阁这个决议 又给他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一个成本效益的考量 实在是不合 所以日本 这个自民党内 啊 其实声音是很大 嗯 所以要修宪 也开过一两次会 但是呢 余点小 嗯 所以 这一次没有过 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当然 日本最大的一些问题 除了这个 修宪之外 像是消费税啊 整个 就是说明年奥林匹克啊 这些东西 其实接下来 以及接下来 安倍的后继者 会是谁 这些问题会慢慢浮现 嗯 不过目前 带来最紧张的就是 这一次 这个选举之后 不管怎么样 日本的知名党 还是过半的 嗯 加上这个公民党 接近三分之二 嗯 那给予现在 在他隔壁的韩国 韩国 其实是最紧张的 那好 这个韩国呢 嗯 这是重点 因为韩国对这次的选举的结果 嗯 韩国显然也很有警觉性啊 他觉得 嗯 安倍现在又拿到上方保 保健 那有没有可能在选举之后呢 进一步的呢 在贸易战当中呢 去扩大 虽然 这是韩国必然会有的警觉 但是 显示呢 这一波的 日本在G20之后 嗯 那突然间发动的 对韩国的这个贸易国攻击 因为原来大家都只注意到 中美的贸易问题 对 没有没有去意识到 就日韩之间的这个贸易的矛盾 突然间呢 上上台面 中美的贸易纷争呢 在G20之后呢 反而是呢 比较比较冷了 冷却了 那最近呢 尤其呢 这两天 你看到呢 中美的即将要要展开呢 下一轮的 就是说面对面的谈判 嗯 好 但是反而日韩的升高了 为什么 因为这来的有点点的突然 日韩的贸易 我不要讲贸易战 因为韩国还没有这个 做任何的反制 或者是报复行为 贸易纷争 根本不是贸易问题 嗯 其实是日本的 这个贸易的制裁 那韩国的文在寅叫说 这个叫做经济报复 但是这一段历史 我们要花一点点 一点点小时间 因为 我们尽量不站在日本的角度 也不站在韩国的角度 从我们台湾的观点 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就二战期间 以及在二战之前 日本占领韩国 殖民韩国的时候 一直都有一种 就是征用功的问题 也就是强行的 这个征用 就是韩国的民众 到日本的企业 或者是这个矿 这个矿场 去工作 那当然 呃 这个过去韩国有一部电影 叫军舰岛 军舰岛 这个已经被列 在日本的这个 被列为就是世界遗产 那有这样子的电影 待遇上并不好 所以后来有一些 这个纷争 但是呢 在二战结束之后 呃 1945年到1965年 日韩之间是没有邦交的 20年 你看那个时候 等于是两个都是 美国的这个盟邦 这个对日韩之间 是没有邦交 一直到普正熙上台之后 在1965年 才跟日本去谈判 因为普正熙 曾经做过日本殖民 韩国时期的军官 是 少尉吧 好像 对 所以 但是普正熙 这个政变取得政权之后呢 他其实 是想要发展 韩国的经济 普正熙 今天在韩国的地位 其实是毁于参半的 所以你看到后来 他的女儿 这个普景会 还能够当选 这个总统 就表示说 在韩国内部 对普正熙 的这个支持 还是有的 普正熙现在算在牢里面了 因为我上个礼拜去韩国 你去看到了 没有 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仍然在 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就说 他们那算什么 就是旧王公 旧王公的那个外 外头 仍然呢 有很多 就像是我们在立法院的周围 摆着很多的摊子 在声援 声援 朴景会 朴景会的那个声援 那这些声援团体 发传单 等等 表示呢 在当地 蛮强的 对 因为大家会怀念 这个普正熙 那个时候 对韩国的经济的 这种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基础 发展这个基础建设 韩国的经济 选这个大的企业 然后呢 就跟台湾 跟日本一样 这叫做发展 这个经济模式 也就是由政府 做主导 然后呢 从这个入口导向 走向出口导向 的这样一个经济体 那因此韩国的经济 有今天 其实普正熙 是有他的这个作为跟贡献 普正熙那时候 跟日本谈 就是日韩 这个要等于是恢复 就建交了 关系正常化 那个时候 日本其实是有 提出来说 针对一些征用工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整理 征用工大概有103万人 然后呢 日本是有说 要给予这些个人做赔偿 普正熙说 不用 我来做处理 你把这个 经济的援助 赔偿 赔偿款 跟民间的这些 这个这个捐助 都给我政府 我来做处理 所以后来呢 就包裹处理了 后来日本跟韩国 就签了一个叫做 这个经济 这个赔 赔偿请求 跟经济合作协议 我们现在简单的说 就叫做 日韩请求权协议 这里讲的就是 就会 日本提议他 给予韩国的 这个赔偿跟援助 但是你有关于 这个请求这个赔就是过去的这个请求权的问题呢 就到此结束 就没有在问 没有这个任何的问题了 那从日本的角度 等于用这个协议把这个过去 在这个就是殖民到二次弹期间的征用工业相关的问题都解决掉 然后但是呢 他提供多少 总共加起来将近八亿美元 那大概日本的 无偿的大概有三亿 贷款的有两亿 民间也募了三亿 所以加起来八亿 那个时候韩国的整年的GDP 大概整年的预算大概是三亿 所以事实上那个钱是不少 是不少的钱 不少的钱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普登西 普登西大部分呢 其实是用在国家经济发展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给予这些征用工 一百点三万人太多的补偿 大概就是几千万韩元 韩国那个时候太缺钱 对 何况他又在面对到朝鲜危险 很多的征用工的个人跟这个家属 就觉得个人没有得到平反 没有得到正义 所以透过很多就 然后就反对这个就是请求权这个协议 就变成一个韩国内部很严重的一个分歧的政治问题 韩国内部一直有这种保守派跟进步派 那这个表现在他们对北韩政策 对美国政策 以及对日本政策的这个差异 那这个东西就你会看到 这个内部的争动 争斗其实蛮深刻的 然后呢 他们就不断的透过这个就是示威跟司法 司法上面啊 其实过去一直都认为说 因为国家已经跟日本签了这个协议了 所以呢 就个人不能再跟日本政府去要求赔偿 嗯 到2005年的 这个协议是一样的意思 到 协议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到2005年的时候 这个进步派的就是 这个卢武炫 上来 卢武炫就赔了 大概是差不多几千万 韩元给 大概当时还剩下有六千多万 六千多名的这个征用工 但这个就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其实是政府要有这个责任 因为当副政府跟日本拿钱了嘛 对不对 哦 那但是呢 这个韩国 那个时候 路线的时候呢 也就跟日本政府 以及现在文战也跟日本政府提 这个金融工是不是 我们日韩之间在组成个委员会 日本拒绝 我们当初跟你签了协议了 为什么我现在还跟你组成委员会 日本要再拿钱 OK 那有点像希望学这个就是欧安妇的这个模式 欧安妇就是日本 其实是两次提供这个说基金会的钱 一次包裹处理了 对 那结果文在影上来之后呢 日本的县 这个法院 第一个 2012年的时候 宪法法庭 就整个翻盘了 说这个请求学员协议 失效 违反宪法 那认为 韩国的征用工个人 可以去向日本政府求偿 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你司法上面否决了行政部门 当初签的这个就是国家之间的协议 那当然在行政部门而言 他就跟日本去要求我们成立个委员会 对日本而言 这是你内部的事情 OK 我已经跟你签了这个协议 所以就一直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到了去年呢 这个最高法院 韩国的最高法院就开始判 针对这些征用工呢 就是胜诉 然后呢 这个有几个像三菱重工啊 日本这个新日铁注金啊 这些公司呢 必须要赔偿这些 这个起这个胜诉的 这些征用工个个人或他的家属 大概一亿韩元 一亿韩元大概两百六十二万台币 这样子的 其实你看起来变不多 可是呢 这个变成从第一个 那这些公司当然在日本的压力之下 他不愿意去赔 然后呢 开始就是说 可以去强制的 这个去扣押这个财产 所以这个越来越大 后来有七家的这个 就是日本的企业呢 也被法院判败诉 以及被起诉 各种情况 这个血球越滚越大 然后呢 文在寅也没有去说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对文在寅 这也是一个烫手山鱼 这是司法部门 而且事实上 是他们所站的这个政治立场上面 一直在过去批判 普正希 那普京会在这个上台之后呢 他也跟日本做同样的事情 学他父亲 签了一个 慰安妇 慰安妇的这个包裹式的一切都解决 日本捐了十亿的基金 呃成立基金会 结果文在寅上来的时候 也把这个协议给搁置 然后呢 在去年还把这个基金会跟关闭掉 嗯 这个看在日本里面就觉得 我两次跟你政府 而且都是跟这个普正希 跟普景会啊 是 跟你韩国 但不管怎么样 我跟你韩国政府的 选出来的总统 嗯 这个 普景会 之前的这个 以及之前的普正希 嗯 签了这个协议 我也做了赔款 赶潮换贷就不认账 我也做了赔款了 嗯 结果你现在又回来追杀我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在 韩国内部 就变成是国家协议 和个人正义 嗯 你怎么去做抉择 嗯 那在日本这边就觉得 他这个没有 无完无了了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觉得 而且你现在已经开始 进一步去针对 这些日本的企业 不过这里面有小插曲 嗯 马逊太郎 嗯 马逊太郎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说 这个真正工搞成现在 韩国完全没有诚意 嗯 而且不断的对我们企业 做吹沙 我们不排除经济制裁 嗯 有这个口风 那个时候大家听了 就觉得 嗯 有一点 这个 因为 马逊太郎 有的时候会大嘴巴 嗯 对啊 他是很大嘴 但是你不要记 他是副首相 他又是财务大臣 是的 嗯 呃 他还是很有个大臣 那然后呢 他这么讲 就有一个讯息 后来我们了解 啊 马逊太郎 你把我马逊家族啊 嗯 在整个他的九州 有非常多的这个煤矿 嗯 的矿场 嗯 在整个日韩 日本殖民韩国 二战期间了 其实马逊家族的煤矿 就用很多真用工 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雪球越来越大 不只是日本的企业 将来在韩国的这个资产 会受到影响 嗯 也有可能被韩国贴上 所谓的战斧企业 嗯 那经过几十年的 这样过程当中 嗯 这个经营权等等之类 都已经变了 那还会被贴这个东西 嗯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 可能越来越多 甚至包含马逊家族 嗯 都会被追杀 嗯 所以在日本的角度里面 他觉得说 你没有办法了 那我现在只有用一招 所以你看在 六月二十九号 G20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嗯 这个节目室的时候呢 呃 安倍还说 呃 希望能够去支持 维持一个 就是自由开放的 国际经济体 嗯 两天之后 嗯 他就宣布 要对韩国 就是采取这些出口管制 什么东西呢 三个主要的半导体的 制成的原料 是 哦 这个这个科石气体啊 这个以及相 另外相关的这些 这个原料 这三个原料呢 这个对于半导体 跟这个面板的制造 是很重要的 是 哦 这个原料 那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半导体 上面的这一些 就是画的那些设计出来的 那个IC面板 要把它磕死出来 嗯 要把它这个 这个清本出来的时候 这过程当中会使到这些原料 这些原料日本的这个企业 嗯 占全世界的市占九成 嗯 哦 两个 有一个占七成 基本上一停掉 韩国的这个 他不是停掉 他是说那接下来 本来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出口的管制 哦 因为这个东西 有可能会用到军民两用 是 所以出口管制 旁边有全世界都有 类似的东西 他可能必须要政府 批准批准 一批一批的同意 但有一些会有一些白名单 嗯 白名单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些国家 你出口就没有问题 因为新认他 他是我们的盟邦 比如出口到美国 出口到这个台湾 然后呢 其实没有到台湾来 那到韩国 他觉得没有问题 韩国也是美国的盟邦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他就把这个 先第一个 还没有把这白名单拿掉 他现在只是说 这个可能要一批一批来检查 大概没 没几个月 那每一个检查就要拖几个月 那这个检查可能会拖 所以大概现在 大家很紧张 就整个半导地产业 就会受到这个影响 韩国的这个三星啊 这个LG啊 就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 有越演越烈 的这个情况 因为日本就倒过来说 那我跟你韩国 我们是不是针对 我们1965年的 那个请求权协议 我们来组成一个仲裁委员会 我们各自派一些仲裁委员 我们也找第三国 派仲裁委员 看看我们当初 签的仲裁 这个请求权协议 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效的 你现在针对 不管是你行政部门 还是司法部门 针对违反这个行政 这个请求权协议的 这个判决 跟要造成我的企业的受损 是不是和国际法 是不是和我们两国的法律 韩国也拒绝 文在义也明确的拒绝 因为他知道这样走下去 这个对他是不利的 对他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啊 双方有点卡在那边 那美国川普愿意 做这个协调吗 我想他不愿意 第一个这是历史的问题 很复杂 其实到韩国 日本内部的 就是说这种民族的情绪 现在 大概日本的内部的民调 对韩国还有好印象 只剩12% 那一样 韩国内部对日本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支持 就是说 正面看待的 正面看待的 大概就是三成 四成不到 那韩国现在内部发动 就是说巨买日货 然后等等之类 日本现在也不去日本旅游啊 日本现在也是说 开始要对韩国 甚至要把它列为 所谓的这个非友好国家 甚至将来要把它这个 所有的出口列为 这个白 这个把白米干给剃掉 所以现在这个 日韩之间呢 变成一个非常严重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整个东亚 就变成一个双重的 经济对抗 美中在那边打 现在日韩也在那边打 然后一个是历史的问题 一个是要争霸权的问题 简单的说 都不是短期 可以解决的 而且呢 都用经济制裁 当作作为 就是说 针对这个非政治 非经济的这些因素 作为制裁的 这个手段跟武器工具 这个问题其实 对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对亚洲的经济 都是很大的冲击 我们台湾也不要在那边笑 其实也许短期有这种转单效应 但长期的这些出口啊 都会受到影响 但三星的出口受影响的是 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链 的这个就是出口 也会受影响 就跟华为一样 好 但日韩的 日韩的这个贸易战 其实基本上是针对 针对几种关键的原物料 那零组件 那日本因为用压倒性的 这个控制权 那表面上看起来呢 是贸易上面的问题 但是呢 本质上面呢 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这个历史事件里面 如果站在理的法的角度来讲 韩国不见得站得住脚 但是韩国今天碰到日本的时候呢 他其实一直都还是有很强烈的 就是说战争情绪 不是还是有战争 就是道歉处理 以及个人的正义问题 这个战争 战争情绪 他反映的是日本 还是在日本在战后的 整个大的历史检讨当中来讲 他没有办法去说服 跟安抚这些曾经的受害国 所以我一直说日本呢 日本最大的困扰是 他在亚洲呢 没有朋友 而德国呢 在欧洲呢 没有敌人 这个呢 两个的战争的发动国 今天呢 在欧洲 在亚洲 却呈现非常不同的样貌 德国在欧洲呢 领导的整个的欧洲 再往前找 而日本呢 在亚洲 虽然他的国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的军力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他要去说服呢 旁边的中国跟韩国 光是这两个国家来讲 对日本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成功过 每隔一阵子呢 几乎呢 就会有一些的情绪 你说是情绪的勒索也好 或者是说呢 大家呢 仍然深陷在这历史的纠葛也好 他就是没有成功的化解 而明年呢 是2020 2020的就是东京奥运 你又看到呢 其实今年安倍本来 做了很多的铺陈 希望能够大幅改善 中日韩的三边的关系 眼看着呢 好像呢 就快成功了 现在呢 就是看一些习近平呢 什么时候 好 可以呢 正式呢 做个国事法访问 但是这些 当日韩又卡住的时候 这些问题可能又卡住了 而中日韩如果卡住的时候 RCEP 很可能又卡住了 好 这些呢 都有关联性了 来我们再次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待会呢 还要关心一下台湾的国外国问题 那国安局呢 现在呢 改名为呢 公卖局 公卖局本来 本来已经呢 已经呢 大家觉得说消失了 那应该叫私卖局 对 就是私卖局 他不是公卖的 就是呢 纯粹是呢 他们的特定人享用 走私来卖 对 就是9000多条 近万条的这些洋烟 呃 他真的是牟利吗 还是呢 其实呢 就是拿来送你 打通关节 那再来就是 当你蔡英文的政府 你自己每次出访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 国安局的官员 显然把这件事情 当着比出访更重要 那听起来呢 蛮恐怖的 蛮惊悚的 而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华航 现在绿的不像化的高层的 充分的配合 大概也办不到 广告会都做了 8点40分10秒 刚刚我们在站台韩国 我坦白讲 我的这20年的时间呢 我对于韩国 有些韩国 广义的所谓的韩国人 嗯 的这种的民族的情绪 从过 从过去我不否认 我也说是讨厌 有有有 尤其 尤其在过去的一些的 一些生活啦 旅游啦 等等经验里面 我觉得他们太强悍 而且而且变得 所在所在之处呢 流露出某种的霸道 对 那种那种 那种霸道 有的时候 会让觉得带着一点点的 那种的蛮 蛮气啊 嗯 那再加上在 在球场上面也好 棒球也好 篮球也好 大家的 大家这种 作对 作对撕杀久了 我们又常常呢 都觉得吃门亏 觉得韩国的这手脚不干净 这些都会影响 可是 其实眼前 尤其我在去韩国之后 时隔这么久 再看到韩国 再看到首尔 我的感触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真的觉得 如果 如果光是这个 这个暑假 我去了两个城市 我都把它当做是自己的城市考察 好像是自己要当市长一样 我到了澳洲的 什么时候 快了快了 OK 我到了澳洲的布里斯班 嗯 我到了首尔 是 这两个城市 在过去十年里面都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真的让我觉得一个好的市长 或者一个一个一个有有企图性的政府 十年之内 他是给大幅的改变 一个一个城市所呈现出来的气质 布里斯班改变的 知识和人 然后整个的整个的首尔的那个样样貌 完完全全呢 是一个是一个呢 是一个现代化跟跟日本几乎已经疏无二致 嗯 相反的台北 这二十年的时间 这几乎是呢 原地原地踏步啊 那个那个感觉落差呢 越来越大 对 好来回头回头看啊 看看台湾 刚讲国安问题 哎 第一个 杨永明是在 新闻局工作这么长时间 你也在 国安会呢 工作过 对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还是这种事是常态 我当然也是看报纸来知道啊 跟我们 那个时候做的这些接触不到的 嗯 第一 我觉得有三点 马上我觉得可以点出来的 绝对不是这个少校 嗯 他可以决定 这个叫吴忠宪的少校 吴忠宪 嗯 在整个国安相关接触的范围里面 校校是最低层的 嗯 你根本很少看到位级的军官 嗯 因为都是将军或者是上校 是 因为中校少校都算是少的 嗯 那少校根本就是等于是在跑腿 就在国安系统里面 对 几乎看不到少校以下的 嗯 也就是说会进入到总统 世卫 这个 世卫士啊 或者是这个特勤队啊 等等之类 或者是国安局重要的职位 那第二个就是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 他是 他一定是上面有一些人 是打闸的是半夜务的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是很多人可能在团购的 嗯 这个根本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把 好像已经是第三次 我不知道蔡英文出出国几次了 嗯 那把他当作是总统出访回来之后 相关的人员 福利啊 一个福利 嗯 一个福利 然后呢 当然胃口越来越大 这是大到难以想象的 几万条 九千多条的这个烟 嗯 他最绝算是九千八百多条 要分到五个货柜 加起来可能大概整 要整个大的货柜 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个量 嗯 六百多万的订单 嗯 而且透过华航的 就是说 网路的订购 嗯 分五次 嗯 OK 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了 哦 也就是说 也是个人的问题 嗯 这个制度问题说 制度已经在行之多次 把它当作 嗯 是大家的福利 嗯 而且是你看哈 你大概花一万块 也许你可以得到五千块的 嗯 或者是三千块 因为差不多那个税跟这个价 差不多一比一嘛 是 那当然你卖出去不可能得到 完全一的这个回馈 可能大概零点五 也许你花一万块 搞不好你会五千块 嗯 的这个收入 嗯 OK 甚至或者是三千块的收入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嗯 而且没有 对不对 没有风险 也没有 有多少人 调查局 一定要把这些人通通的揪出来 嗯 你会可能让整个 总统府国安会 国安局的 这些幕僚人员 嗯 通通卷进去都有可能 多多少少了 嗯 因为不可能是这个少校 嗯 他拿来六百多万 嗯 是不是 嗯 送礼 怎么可能 嗯 六十万送礼都已经太多了 嗯 九九百多条送礼都太多了 还九千 多条 嗯 将近上万条 这个烟 这个是 而且是 这么大的胃口 嗯 对不对 嗯 上面是到多少上校 还甚至降级的军官 或者是国安会里面 或者是这个 华行里面 嗯 报纸已经在写啊 这里面有人的问题 嗯 如果没有这些人 其实真的上梁不振 嗯 下梁歪 嗯 有些人因为政治的因素 群带的因素 嗯 然后呢 表现不怎么样 但是呢 能够这样子升官 你当然就要靠各种方式 嗯 分利益呀 或者是去拍马屁呀 或者是政治正确呀 嗯 对不对 有能力呢 有这个 有有作为的人 基本上 就大隐于事了嘛 嗯 对不对 所以 像这样的情况 你就看到是哈 他是来分利益 嗯 透过一个就是 明目张胆 难得的机会 嗯 而且分的利益 你看到是很多 嗯 这么大的这个 分给一些中阶的 这还只是中阶的哈 高阶的是怎么去拿到利益的呢 嗯 对不对 嗯 除了职位之外 除了那个前瞻计划是多少钱 嗯 八千多亿 对 八千八百亿 对不对 所以 政治是利益的分配 嗯 你当你取得职位的时候啊 你的职位的取得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嗯 不是你在从才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就是说 这个这个能力或者是你的你的作为 而是你的裙带关系政治正确 嗯 或者是说你能够去 把你上来去压抑这一些 哦 在公家机关里面 是泛蓝比较多嘛 嗯 对不对 压抑这一些过去你的长官 或者是说 比较 有能力优秀的人才 嗯 你的表现要怎么办 你要拍马屁 你要政治正确 你要不断的扭曲 嗯 你要去做利益分配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啊 只是我刚刚所讲里面 比较低阶的 嗯 比较低层次的 嗯 这个出问题 嗯 人开始在整个走偏 走斜路 走歪路 我们现在都不讲上面 连这些中阶的官员现在给福利的都可以这么大的胃口 嗯 我其实非常的担心 你现在看 你刚刚讲 你捐的两个城市 首尔 你知道首尔20年前 1998年的时候 嗯 那比台湾还差啊 当然是啊 而且他们碰到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我的感受啊 然后 现在基本上跟 我是觉得首尔跟大阪 没什么差别 没错 我甚至觉得比大阪的很多 你到釜山 你觉得釜山跟这个神户 这个差别都不大 嗯 这30年代台北变了什么东西 你不要看 不要讲过去 我们这两天把那报纸打开 嗯 台铁 嗯 每年5点 100万分钟 嗯 这已经根本是家常便饭嘛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盖个那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行项 天呐 嗯 浩大喜功 现在盖不下去了 嗯 要不断的这个 说他设计太麻烦了 不知道怎么盖 然后呢 说什么双语教育 嗯 根本没有失职 没有老师 这个早就知道了 你要推双语教育 最麻烦的是失职的问题 这也不能浩大喜功 我们现在讲都是制度的问题 嗯 但制度其实后面有人的问题 嗯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这整个 就是到今天呢 嗯 真的非常严重 嗯 真的非常严重 升官呐 或者是这个挺前程的这种提这个这个这个发展的这么期待 所以他都会洁生质号的 嗯 但这些人你看在这边都挡住挡不住这些这种福利的哦利益分配 嗯 那非福利的底下的案盘嗯那是多少呢对不对 这是卷进来的人 这是国安局 那他们也负责总统的安全 也负责跟总统有关的一些的机密事务 是辛苦了 嗯 辛苦是每每每每每个职位都有他的辛苦 那都有他的一些一些的特殊性 好那第一个他们是他们在总统服务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群人 是包着总统的第一圈的人是那包着总统第一圈换到说呢总统都是透过他们去去看外外面的世界总统甚至是透过他们的安排才能够知道他能够见什么人他要到什么的地方每个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动作总统要站在哪一个位置上面要从哪个的动线走都是这些人在在在决定 这样的一群人如果说在出访的时候他其实有心思摆在就是说要要去大量的去去借借着这个机会去披香烟回来牟利 当然他让他说哇抽烟人这么多 这董的董事基金会应该呢第一个呢就就出来先骂一下要查清楚到底是哪些老烟枪那些烟去哪里 当当我们把烟架大幅提高的时候你想台湾还是有这么多的瘾君子 这些的瘾君子老烟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愤怒你知道买烟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今天烟这么贵抽烟的被当成过街的老鼠我付出这么多的钱结果你们这些人花国家的公堂呢陪总统出访的时候结果呢你们都在买便宜的香烟回来牟利 那跟走私没有任何的两样就没有什么好辩解对那你说过去也没有其实在所有的海关你出门的时候呢如果是你自用或者送朋友 如果呢你就像的所有的免的机场的免税店他一定有卖烟烟酒一定在很显著的位置上面 你买你买条烟买买两条烟三条烟OK你说要送送朋友基本上面啦只要不离谱大概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这一次之离谱近万条的烟而且呢专机我猜想以前可能的少量的时候呢专机这次千万不要当个案就直接带上去 人民一定要看了这整个体制哈公务的人体制不知道这些人从根烂掉对从里面烂起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办公室文化 再来是中街的分服力还这么大的胃口对就说那是一个怎么样办公室文化对于自己在犯罪这件事情毫无所觉你们在犯罪耶 犯罪犯到了这么大的量之后呢专机是不可能上来的所以呢还需要了华航充分的配合 进来了之后呢摆在华县空处里头同时呢五辆的搬运车呢都呢都很很很很很准时的总统搬机是有六百多条在里面一起回来的啊是啊是啊还不够不够的啊总统搬机专专机运送的六百多条已经非常夸张了然后后面呢还竟然还有这九千多的多条那里面当然一定因为整个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透过华航兵这个绝对不可以只是让什么国安局局长辞职当然当然那或者说办几个小时 当然当然否则这个国家就完全的毁坏掉了因为他们透过华航定的华航难道难道难道不知道这是走私吗 华航难道不知道这是走私吗现在大家都在切割华航越切越恶心 华航华航你是你是天天的在那些免税店进进出出出的海关的规定华航比全台湾任何人都要清楚你不知道那是走私吗你在帮助犯罪你们是犯罪的共犯啊可怕 这件事情真的每个人都应该揪出来每一条烟都应该知道他的去处 像我接下来每天追回头聊我之前曾经讲过就是说作为一个总统他有太多的肥缺呢可以放一些的废人放一些的仇仇的人华航里面有多少仇仇的位置 你只要一个位置一个人放的不对下面整个就是因为 公家机关有那种习性嘛你只要带兵不正确 你整个兵的这些坏毛病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呢呈现的就是专利益专营然后呢这个政治正确上行下效了 好吧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关心一下香港香港虽然虽然在G20也过了 香港的政府林郑月娥话都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 可是香港的街头虽然人数少了很多可是街头并没有平静 而且冲突看起来的越来越暴力化嗯接着怎么办我觉得这一线已经不是单纯的反对那个这个逃犯条例 嗯反送中了当然现在还是个反送中为主要诉求嗯这已经反映出我其实香港的这种阶层的差别 嗯因为在这次里面逃犯条例各位知道吗嗯他本来是要把经济犯贪污犯也放在里面 是后来已经拿拿掉了后来掉了对这些都是拿掉因为那个自由党啊嗯里面的坚持 嗯自由党是伤伤人党所以你看着一般中下阶层香港的庶民每天挤的那个小的那种这种便当里面 鸽子龙啊鸽子龙这些人他觉得这实在是差别这么大嗯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整个庶民阶层的反弹嗯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时候他也用就是这个所谓的白衣人嗯白衣人的方式来去教训 是啦因为这次的抗反反政府的行动反送中是穿黑衣嘛对那白衣人就得是另外的一个一个就在挺政府的或者反黑衣人 现在就看北京的智慧嗯我觉得林郑在这个位置上啊已经有一点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对没有办法嗯就是说让这个整个事件回复嗯比较平稳的状态嗯第一个就是他本身他启动的这个逃犯条例嗯他也不愿意撤嗯 他只是说不再送嗯然后呢整个香港现在的社经整个经济环境然后整个现在这个阶层的问题 很严重嗯啊我觉得当然也面临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游客啊或者是买卖呀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看北京智慧了嗯 香港毕竟是一个标标准的资本主义环境啊对在这资本主义环境里面会有很严重的社会阶层问题呢这个这个这是很正常 但是这一次呢从这个就反送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开始现在其实已经是反北京是一个借着反香港政府的反北京的运动嗯 那个北京不可能做事所以已经开始有一些放话恫吓是不是有可能要采取镇压的手段 当然这些可能不会但是他终究表示局面还在时空当中感谢有明来感谢谢谢上回聊